日前由世界迷人俱乐部与世界青少年文学艺术联合总会主办 中国刺绣艺术家王芳女士十字绣艺术展 在洛杉矶圣盖博士希尔顿正式举行 美中交流促进会主席董福星 圣盖博士市长廖清禾 何陶市市长代表Grace Shen等 与乔腾代表道会支持并颁奖 美国阳光教育学院院长兵人 执行院长彭南林 与师生世界青少年文联 世界名人俱乐部代表 多位美中文化界知名人士 及广大艺术爱好者齐聚一堂 共同欣赏了这一独具魅力的刺绣艺术 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刺绣因其历史悠久 种类丰富 做工精致 样式新颖等特点文明于世 展览展出了刺绣艺术家王芳 近年来创作的十字绣作品 其中包括文明侠尔的全长24米的巨幅 十字绣长卷清明上河图 传统国画题材八郡图 琴棋书画图 书法题材天道酬勤 红允当头 山水题材旭日东升 宗教题材观世音菩萨圣像 现代生活题材禁物花等代表作 也都近距离呈现给了广大艺术爱好者 这些作品都是我十几年的心血 其实确实也是很不容易能坚持到现在 当时在我们中国风靡一时的时候 大街小巷男女老少其实都在秀 可是真正能坚持下来的人却很少 说难也不是特别难 只要能坚持细心 我觉得都是大家都是可以尝试的 希望通过这次展览 能让大家更多的人能看到 然后希望大家能有更多的人 能投入到这个心血爱好中来 让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不要一失 民间艺术家王芳 自有酷爱艺术及中国传统手工艺 多年从事服装设计 及管理等艺术设计相关工作 2008年起开始接触十字秀 潜心钻研 将十字秀与各类艺术题材有机结合 他的刺绣作品精致细腻 题材广泛独具风格 在中美等国多次举办巡回展览 华夏电视台记者 盛盖博士采访报道